当你想要让简报文案更加丰富时 可以尝试套用不同的简报模板 以下是一些步骤 可以帮助你成功地套用不同的简报模板 1.确定简报主题选择最合适的模板 2.浏览可用的简报模板 3.根据这些因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模板 模板的外观是否符合品牌倾向和风格 模板的配色方案是否与你的内容相符 模板的版式是否能够清晰地呈现 4.将文案转移到新的模板中 总之套用不同的简报模板 可以让你的简报文案更加丰富和生动 持续确定你的主题 浏览可用的模板 选择最适合的模板 将你的内容转移到新的模板中 并进行必要的调整即可 再来 那我们已经有了不仅主题了 请问可不可以再换 可以 你要记得 你到时候你就先去找 像如果你今天你去下载别人的简报 也可以把它的布景主题储存起来就对了 就是假设你很喜欢这一份简报的 这个布景主题 是不是都可以去套用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那做法就是设计底下 记得把它储存现在的布景主题 这样了解 好 做一下给你们看 首先麻烦请打开我提供的 2018-0927成功简报关键篇 这个简报 然后接下来打开之后 我们这一个布景主题 怎么样去复制下来 就是在这里 这个设计 点选设计的 这一个其他 叫布景主题的 其他按钮 然后接下来储存 目前的布景主题 请点选 储存 目前的布景主题 一样存在那个下载里面 好不好 假设最好是给予它适当的名称 好 例如说0422储存 好了 这个 这个范例 我就可以关掉了 好 接下来呢 我如何再把这一个布景主题换掉 对不对 好 来请动手做 请点选 设计 底下的布景主题 其他按钮 在这里 然后 然后接下来 点选 刘乌览 布景主题 然后 请选择 刚刚 就是放在下载里面的 这个 布景主题 0422 然后 点选 套用 请问一下 我们的 这边 这个简报 是不是就设计 好了 布景主题 整个套用上去了 一开始 打扶 去 点选 打扶 转 转